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感染力极强的嗓励一样 明镜在表演上的功力也是有目共睹 令不少观众印象最深的 还是曾经成功出演的《笑装历史》 这样一部以清朝《笑装文皇后》为历史原型而创作的电视剧 凭借跌宕起伏的剧情 以及明镜对女主戴玉儿的准确拿捏 令其成为古装剧的经典 在拍摄《笑装密室》期间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女主角明镜又有怎样的心目历程 影视风云 马上开始 掌声有请我们本期的风云大来宾 有请明镜 李宁玉 舒畅 太好了 太好了 玉儿就好 明镜老师好 你好 主长 你好 你好 明镜老师这个人物就太深深逼顾了 这个《笑装文太后》大玉儿 好看啊 我是跟她争宠的一个 尤其是她的儿子 还有我的儿子 就相互之间争宠吧 来 舒畅 这两位应该都算是我的婆婆吧 这部戏我也发现了 期间不光是零三年热播 而且我看每个地方才都有重播的概率 而且重播的时候收入率还非常之好 当然这一切的功劳 除了演员阵容之外 我们还要感谢一个人 有请本剧的导演 游小刚 小文大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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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看 小文大一来啊 给您先出一道题啊 如果说这个 世上的女人都是各种各样的花的话 您觉得这三位 您身边的优秀的演员 她们是属于哪种花呢 舒畅应该是 用花来形容女人其实是很难的 很难的 因为最好的花是女人花 如果要这样形容的话 苏窗就是勿忘我吧 那李宁玉老师 菊花 菊花 对 因为是很艳 但是她的命运很悲惨 很悲惨 对 而且是在寒冬的时候 还能够留下 对 好 宁玉老师 一般来说呢 可能是用牡丹花 但是我不想用牡丹花 其实应当是个百合花 生长得很不容易 但是保持了自己的高级 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现在身旁呢 有两件这个戏服 尤导 您这样 正好呢 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这两件戏服啊 都是当时剧中 哪位演员穿的 哪个角色的 这是多尔滚的 这是多尔滚的 多尔滚的 清王服 清王服 对 这个呢 这是孝庄晚年的时候 第三阶段 晚年的 朝服 朝服 其实说老实话 这也是特别 从这个剧组当中 给拿回来的 但是音响音很深 最后那个镜头 他抱着那小康熙 看着天上的音 就这身衣服 就是这身衣服 对 好 我们也请四位老师救助 来 有请 孝庄历史 是根据清朝 孝庄文皇后的生平 而改编的一部 历史古装电视剧 戏剧性地再现了 大清开国风云 讲述了大育儿波澜壮阔 缠绵翡测的一生 着力描写了 他在多尔滚 黄太极和弗林之间 复杂的权衡较量 播出至今15年过去 回忆起当初的创作细节 各位主演仍记忆有心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 四位多久没见了 有一阵了吧 反正有一阵 我们当时中间还见过 那也有 六七年前 见过那么两次 对 苏丹我倒是 年大概有六七年 觉得三位变化大不大 他不敢乱讲的 这两位变化不大 苏丹文因为是我看着了 他八岁在我们那儿演戏 演的单亲家小辣椒 后来是董乐飞 对 那现在跟那个时候比 就是大女孩 长大了 不一样了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部戏一直以来 就是反复地来播来播去 我想问三位演员 这部戏你们从头到尾都看过吗 我看过好几遍 说实话吧 说实话 当然说实话 我真没看过 你没看过 林静老师你看过吧 没看过 也没看过 你看看这方便 优优独的导演 顿时就特别的难受 我看就是传统的 不是不看这一部 因为我很少会看着自己的戏 觉得我演得太好了 太完美了 不会 基本上没有 我每一次看到自己的戏 就哪怕别人觉得特别好 我都会觉得有问题 就觉得可以更好一些 李静玉老师为什么不看 我是从来不看 我演的任何戏 第一个说实话 我没有他们那么专业 我们剧组 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很漂亮 尤其他 那眼睛天天在那儿画的 就 我说这眼睛怎么会这么大 画的 画的 在化妆的时候 在化妆的时候 眼睛就会觉得怎么那么漂亮 而且拍出来就感觉很美 然后导演当时找我去的时候 是因为唱歌 对 唱歌以后导演说 因为刚生完孩子 你看脸还很胖 所以导演说 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挺好 你演一演吧 就总共四级戏 后来我说那行 我出来演演吧 然后结果后来 就变成十六级戏 那个人物我一看 越来越坏 越来越坏 看到我很多朋友 会打电话 哎呀 马亚 你怎么演那么坏的角色 都不敢相信了 但是说到这部电视剧呢 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桥段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大玉儿 从十几岁开始 我就想嫁给你了 到如今 人还是从前的人 可心惊 早已不是从前的心惊了 世宝国皇不伤异性 如有为是 断折而死 是你发誓效忠儿子 断折而死 这样的情分你造谎 断折是你自己 哎呀 每一个细节都很抓人的心 当然了 我还看到了一个桥段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跳了一段蒙古舞 那段舞是自己编的 还是说有人教的 有人教 有人教 蒙古舞特别难挑 是吗 最难挑的就是蒙古舞 那来 我们试一下 好不好 蒙古舞 刚才我没干嘛 蒙古舞就是这种 转起来 我跟你看 他很难 他要这个肩膀的这种 这种东西很难 蒙古舞他很讲这个 你们去那个蒙古包的时候 不是有好多人表演吗 对 他们以后也一出来的时候 都这样的 对 他们永远都要靠这个动作 对不对 对啊 真好 这下不说 好多人都当不了演员 尤其像我这样的 是吧 咱们想问 您这个戏 到底是怎么找到的 其实一开始是刘多凯找到我 在一个冰激凌店 我不爱人家 他就可能想气氛 那个轻松一点 然后就请我吃了一个哈根达斯 然后其实我已经看过剧本了 我表示不喜欢 因为太多了那个戏 每一只都有我 然后每一只都是我在说长篇大论 我说我不喜欢 我说再漂亮的衣服也不能这么穿 然后他就他很吃惊看着我 后来他说他修改 我就想 可能就找别人演了呗 所以后来过了好久 都快两年了 他又来了 我说怎么又来 东西还没拍呢 还没拍 他就找到 我就觉得他很有诚意 因为凯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他很严肃 后来才把我介绍给尤道 刘导 当您看到这个大育儿这个角色的时候 您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这个演员是谁 是宁静吗 他跟我说了两个人 一个宁静 一个马锦涛 这是人是定的 刘导凯选的 我觉得挺合适 我看完这个 当然我觉得更合适 本子都改好了以后 等了他一年 我记得我是在香港到珠海的船上给他打着电话 他在美国 等了整整一年时间 我是等了两年的 但我听说好像你接了这个戏之后 你还自降了片酬 其实他没让我降片酬 是我自己说就这样吧 这降了多少片酬 看完《笑章》以后 片酬就大大的 哎呀你这个 就疯涨了一下 当然肯定也是观众喜欢了 不是 可见这个降了很多 酸民降了很多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看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 当然我们李凌玉老师 有很多精彩的桥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点错呢 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死 就这么完了 全完了 你给我听清楚了 真正的皇上原该是你 他佛灵额娘的地位在我之下 却勾结了你十四叔 抢了你的皇位 让佛灵坐享其成 你懂吗 看完这两条桥段我就觉得 心机很深哪 回身发了 回身发了 见到这个角色一看到是一个反媒人物 你当时是怎么一个心理过程 还是有顾虑 就是你别看我平时嘻嘻哈哈 但是我要这种可能我不是那么有心悸的人 但是就是因为学过戏曲 所以有的时候你让我那种眼皮这样眼睛的我会 会 演完了自己在房间里面琢磨怎么这个人物也太坏了 自己会想 所以后来演完之后我也不敢看 我就觉得 真的像那个导演说的 就是一个嚼屎棍 你看那个 《嚣张密室》里面这么多女性 我是最坏的一个 因为他主要是为了皇位之争了 但刚才李丽玉老师刚才说那一点 就是来到这个剧组是因为这个歌 唱那个《美人银》吗 《美人银》 是因为那首歌 对 然后那您怎么就想到 干脆您演个戏吧 我一看《人也合适》 你漂亮 《人也合适》也漂亮 没有 导演那时候可能早就决策没人演了 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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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人来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关于李丽玉唱了很多很多耳熟能强的歌 在座的 对李丽玉老师的歌熟悉吗 熟悉 哪首歌 粉红色的回忆吗 粉红色的回忆 这首歌 夏天夏天 悄悄歌 过去留下小蜜蜜 要是 要是 不能告诉你 听过的歌 那问问 刘耀刚老师呢 在那时候他在 东方歌友团 对 台著的 放了很多歌 对 前歌 导演是听着我的歌长大 哎呀 你想把导演说的有多年轻 很高兴 林静老师听过吗 《美人银》 《美人银》 好听 掌声有请李丽玉老师 给我们带来一首 《美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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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正纵线 和宝秀 《美人银》 相思在心头 《美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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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千斤到尽头 风生几雷声后 眉眉哭着暗灯 无故红叶 无故迷 无故红叶 无故红叶 好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确实在这个戏当中 演的刚才又说得太坏了 生活当中您的这个 小心思多不多呀 生活当中我是个特别好的人 脾气是比较直 有话就说 然后呢 也没有隔夜的愁 但这样会不会得罪人 会 我现在还行 我现在有的时候 比方说得罪人了 我到了晚上我想 今天我是不是这话说得不对 我会给他打电话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我白杨做的人喜欢 喜欢是做事在前 思考在后 然后觉得好像是 我说话错了 我会给他发个短信 对不起 我做错了可能 别人可能还没有感觉 您的老师呢 我没有他周大 已经都说出去了 我觉得越描越黑 觉得特别不真诚了 因为我说白天我那对不起 那可是你已经把人家说了 初唱 请问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第一部戏 五岁吧 拍了有二十年了吗 有了 《校长历史》这部戏的时候 你多大 十五岁吧 你十五岁可以把握这样的戏 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演成人戏 也是第一次涉及爱情戏 当时还是很紧张 然后也没有什么把握 看了一点点灵感 那有没有说你早熟啊 差不多吧 在同龄人当中我算比较早熟的 在整个戏的过程当中啊 有没有你觉得 哎呀我真不知道怎么演的 有一场戏 那场戏是我的孩子死了 然后那个董阿飞跑回去看到死去的孩子 然后很伤心的一场戏 我梦里去见娘啊 我的孩子啊 你怎么死呢 怎么死呢 我怎么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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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那场戏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演 我记得当时刘德凯老师给了我一个启发 他说让我看一部戏叫《橘子红了》 周迅有一场戏 他是怀着孩子 然后跟孩子讲了那么一段话的一场戏吧 让我去模仿一下 好孩子 你成员这么紧 卑鄙不是好事 不用经历人世间的痛苦 牛道 当时您是为什么要挑选舒畅来演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他毕竟那个时候才十五岁 他八岁在我们那儿演过一个戏 叫《单亲之家》 他演那个吴倩倩的女儿 里面一个小主角 叫小辣椒 他挺会演戏的 他演戏比较真诚 比较本色 舒畅自己本人 刚才他也说了 是经常会本色出演的 他在盛工章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 他比较乖巧的一个性格 他属于这个 虽然是不太爱说话 但是心里都很明白 这叫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 这个董珞飞应当是这样一个性格 孝庄秘史中 除了好看的女人戏 男人戏也是一大亮点 与大玉儿有着复杂情感交葛的多尔滚 不但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也是个任性痴情的悲剧英雄 两人的感情戏令人揪心和楷叹 而兼具《穷妖剧小生》 以及《咆哮帝》称号的马景涛 对这个人物的演绎 也是独具匠心 老小弟 马景涛先生 这个确实很有惊喜的一个演绎 但好像在您这部戏当中就有所收敛 是自己觉得这个人物如此的 还是说您之前跟他聊过 坦率地说 在用他之前我没看过他的戏 没看过 因为这刘子凯选了 对对 他就介绍给我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顿饭 当然有人说他脾气比较暴脏 我觉得挺好 一见面一见如故 喝了很多酒 说了一晚上的狗 说了一晚上的狗 说小狗 他说他的 他怎么小狗 我说我怎么养小狗 然后吃完饭 我就跟他一起去看他的小狗去了 把狗带过来 对 带到饭店了 所以到了拍戏的时候 我才开始了解 演员是这样一个状况 他原来演台湾的 对对对 穷妖戏什么这都演 那个都是一些 比较激情的期间吧 对对对 他很非常认真地在 在接受我给他的建议 所以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了 他一下子演了我 好多不惜了 你说最多就让人家放下 台湾那一套演法 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样 你现在倒是 他很严肃 你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已经知道 我对你是有一个要求 要为我滚下去 我觉得他 他演戏他比较用内功 他真使劲 他使劲不是说光手 他这个眼神 浑身都在使劲 他的嘴 他的鼻子 他全部他都在特别使劲 你会碰到一些男演员 可能他演了也没有什么毛病 你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 但是说实话 像这些人一看就知道他没有茬 其实马锦涛是一个有茬的演员 他可能有一些演法 有些人不能接受 因为他会有记性的东西 他会演着演着 可能就演得跟刚才说的不一样 那你怎么办呢 碰到我呢 好办呀 我不一样就不一样呗 我接得住啊 他真的是挺难把握的一个男演员 是不是 他有路数也没路数 他就是这种喜欢发挥的 你看看把心一横 我们就能因为失去了幸福 管那后事怎么想 别人怎么肯 我再一次恳求你 不要逼我 我如果不逼你 你永远下不了决心 他后来就跟他演戏 还是已经比较默契了 开始也不行 因为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有性格 对 对 然后他也不是很擅长交流 有时候可能心思大家不太一样嘛 也是有一些摩擦 有时候他可能也会觉得 你怎么会这样 就演戏啊 都是就事情 不是针对人的 那是 对 会这样 但是到后来就 就喜欢对方的那种发挥 在生活当中刚才也提到了 马蕴涛先生其实还是一个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这是什么情节啊 你被一个星星抓住 很有激情的一个演员 生活中也很有激情 很有激情啊 是 导演 您工作当中是一个比较严肃的 会不会因为某些事情会发火 严厉的主要是 对工作现场的要求 对演员一般来讲 严厉也没用 你太严厉 你破坏他的情绪了 自自灭啊 说到这个孝庄秘史呢 其实当中呢 还有很多 关于这个大鱼儿和多尔滚 那些错综复杂的感情戏 我想问三位啊 你们觉得 这个多尔滚这个人物 算不算是一个 很完美的男人的形象 您没有吗 没有 就有一个完美男人 也不是在清朝 在哪儿啊 赵云 赵云 我的白马王子 你的白马王子是赵云 你找不到那样的男人吗 为什么找不到这样 完美的男人了呢 因为他没谈恋爱 对啊 赵云之所以好 是因为他没谈恋爱 不是啊 他还有希望 就是有时候 太完美的男人会像神话 其实有点瑕疵挺好的 有点瑕疵挺好的 当然这样 你觉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觉得多尔滚 身上会有什么毛病 就是政治嘛 他放不下去嘛 两个人都放不下去 要说毛病的话 都有毛病 一个是因为这个孩子 他必须得这样 那多尔滚也一样的 就是推着走的 推到那个地方了 你撤不了了 不能让弗林 因我而蒙羞啊 蒙羞 真心相爱有什么羞恥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不仅仅是一个女人 我刚是一个母亲的 你觉得这个在剧中 像多尔滚这样的男人 和黄太极那样的男人 你觉得你会更喜欢谁呢 我全都喜欢啊 你全都喜欢 因为他不一样嘛 你没有 这个没有办法横向比较 就是黄太极他有权力 然后权力对于女来说 自古以来就是很有魅力 很有吸引力的 另外一个是多尔滚 很有才华 文武双全 长得又帅 他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有喜欢的地方 但是我不了解古时候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是现代人 对 我不了解古时候那种刻骨铭心的爱 是怎么样的 就说我就一根筋 我就是爱这个人 可是我很难去想象一个 像黄太极这样的人 那么有身份和地位 然后也真的是爱你 也不是说他是玩一下 尽管他是帝王 他可以有很多的女人 他后来跟海兰珠 这个那个的 也都是因为爱大约而所为 我觉得他也是 不能够完全得到大约的爱 对 然后另外一个 多尔滚是一个执着的人 从这个戏里面的表现来讲 他是一辈子都爱他的 那这么一个男人 你说他能放得下他吗 当然是不可以的 那是他心里面的一块 特别痛的肉 一口也不会等你 展开你一双翅膀 是你这方向 方向在前方 一声叹息将我一声点 都要在生活上 都这样两男人 现在不允许一期两夫制嘛 是啊 所以最好不要同时出现 同志骨也没有一期两夫制 运气哪里会有那么好 一下出现那么优秀的男人 出现还双胞胎 不可能的 不不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其实也是很累的一种感受 就是你要经营嘛 经营就一定要付出嘛 可能这个男人 所有的缺点一来 基本上就暴露给你 你会觉得是一个姓氏 女人最怕的就是相处 时间太长 如果你要跟一个人 在一块时间相处太长 才发现他有很多的问题 这是有点点困难的 所以我喜欢那个男的 一来他有缺点 全部暴露给你看 我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哪些毛病是你不能忍受的 就是这个人 他如果在你面前很不诚恳 他掖着藏着很多东西 他有很多的计算 就觉得很可怕 你如玉老师呢 我不太喜欢就是 知道太多过去 他在做什么 就比方说 我接触的朋友 然后你不用告诉我 你之前做什么 我喜欢拿我眼睛去看 因为可能每个人相处的过程 给予的对方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是同一个人 对 但是在接触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他有很多习惯 是你忍无可忍的 可能我能 我这人还比较能忍 能忍 忍到最后忍无可忍的 那肯定我转身就糟了 就是一点余地都没忍 我要向你学习忍 先忍 忍不了了以后 我知道我的底线在哪了 因为大家一直可能在挑战 对方的底线 对 可是像我这种 就会发出来 不高兴了 我必须要发出来 我没有什么椰热的东西 我发火我就是发火了 我觉得你的性格是比较直率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很多时候 感性的时候要多一些吧 不是感性的 你会喜欢一个人很快吗 看什么人了 如果他很有才华 我一下就发现了 我就很快喜欢 苏涵你 你会比较反感于这个男人身上 会有哪些毛病 是你完全无法接受的 没有爱心 太过冷酷 但是你说的这个 有好多男的都演得很好吗 看上去心里也蛮善良的 很有爱心 对 也不冷酷 可是他坏的要死呢 小心啊 小心啊 其实都是可以演出来的 我宁愿他一来 就让我看到他的坏脾气 因为有一点我觉得 作为女人来讲 我不知道现在的 像舒畅这个年纪的 女孩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觉得男人 有一点脾气是可以的 因为你时刻不要忘记 自己是个女人 就你脾气 最好不要比他更大 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 能接受那种男的 特别有大男的主力吗 我喜欢啊 你喜欢啊 其实我是没有那么大女子了 我觉得可以啊 有人愿意管闲事 什么事情都愿意出来操刀啊 扛大旗啊 脱好啊 我受不了 我不喜欢什么事都 要求太多的男人 然后我能做我的 他能做他的 就是彼此之间就是 给予点空间是最好的 但如果说 你要是如果 整个人前人后的那种 大男子 哎呀那我受不了 你不一样啊 我不是不一样 我是没有 我之前没有碰到过 这样的要求我左右的 前后的 什么你化什么妆吧 你穿什么衣服吧 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吧 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男人 因为我的样子 可能也比较男人 所以人家也就放弃了都 见到我的时候已经放弃了 所以我没有被要求过 人就是这样的 你没有被要求过 你反而会想象 哎如果我被要求 会是什么样子 对而且尤其 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你可能有时候 你会觉得 你其实有一个人 来管很多事情是好事情 但是如果让我坐在家里面 当太太这件事 也不太靠谱 因为我很习惯自己 卡出去 还要叱咤一下 叱咤一下 因为我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其实你本性上 其实是一个小女人的感觉 我给人的感觉是我 特别厉害你知道吗 气场很足 对因为我要发好的话 我会让所有人都看到 就是这女的也太野了 太没有女人味了 我是那会儿的 你从天而降的你 落在我的马背上 如雨的模样 清水般的目光 一丝千笑让我心发达 我没有那种力量 向往眼中不能忘 只等到七黑夜晚 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 难怪别人说宁静之后 再无大育儿呢 对 宁静在跨界歌王中的 即兴演唱如气如素 而在整个节目中的表现 也不输专业歌手 从演员跨界到歌手 除了勇气可嘉 宁静私底下也投入了 不少精力和心血 在节目录制期间 宁静的敬业精神 令人感动 但是还挂着掉屏幕 这两天看也发微博 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也是打着吊针 但是还是要给人家拍 是因为参加这个跨界歌王 太拼了 也还蛮疲劳的 就是身心疲惫的 就是压力还蛮大的 我不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所以可能想法太多了 就是要去练唱歌 现在要去啊 对啊对啊 这么晚了 有点那种 不知道该怎么唱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要去讲一下 看看怎么唱 没怎么睡觉吧 反正眼睛像灯笼一样好 对 forests 干一个 喝你的 喝你的身水 神秘物品 神秘物品 因为嗓子偏哑了 两天喝掉了一瓶 为什么呀 嗓子 我觉得嗓子有点哑 这是 是因为练歌吗 是 这歌有点 尽管拼命到把自己累倒 宁静却感慨 参加跨界歌王 也收获了人生最大的来福 那就是唱歌时不再紧张胆怯了 经过了几次在舞台上的磨练后 宁静终于坦然和放松 在舞台上更加自信地展示歌喉 因为我刚刚参加完跨界 所以我还觉得这种比赛类的节目 真的是挺磨刃的 尤其是这个节目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 好像已经已然不紧张了 但是我之前也其实做过一些表演 然后在要是在很多的舞台上 我都做过一些表演 但是我一直是处在一个慌慌张张的 很慌忙的一个状态 但是通过这一次以后 我觉得我已然就是淡定舞台 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我不再惧怕舞台 就是还挺干的 出演笑装宁静考虑散散 过招咆哮地与马景涛默契十足 霸气全开宁静钟情大男人 影视风云宁静帅真女人的情感智慧 明年这个世界 哇 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 搭上领带欣赏思念 心得过的情感来 也许是个最美 爱的最美 真心的给无赖 太多的爱怕随 联繁 每人疼爱再美的人 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了一生眼泪 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 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青路相守相随 你最真可归 我悄悄的梦伤你的眼睛 让你猜猜我是谁 从Merry到Sanny和Avery 却始终不喊我的名字 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 笑容凝结在你的眼中 难道你对我会有所改变 我不再是你的唯一 我只是故意在逗你 我悄悄的捕上你的眼睛 让你猜猜我是谁 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 不仅仅是眼睛里的你 也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 不仅仅是眼睛里的你 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 宁静始终不变的是认真的职业态度 但对于不熟悉宁静的人来说 更多的是被他强大的气场所震慑 与宁静有过合作的男演员张同 在谈到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仍心有意境 第一印象 我其实我觉得 能说实话不 这个节目就是一个说实话的节目 第一印象反正也不太好 不太好 也不太好 因为我接触过就是 我接触过若干的演员吧 因为我是个新人嘛 我总是特别习惯躲在一个角落处 因为别人也不会注意我 可能我注视的全都是 别人注意到你了 你个人那么大一头 你先听我说 然后第一次见面是在贵州 我们开这个奢乡夫人的开机宴 然后那天是静姐 因为她堵车了 大家也都是在等着她一会儿来了 然后还没到的时候 大家也都谁都不敢动筷子 但是她没办法 她那堵车 然后她来了以后就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重心捧月 全人脑袋看不见 我说这来了吗 来了我看看 看不见全人脑袋 然后就在人群当中 就过了一个 就是身穿球皮的一个 猎户 真是 然后围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毛茸茸的围巾 然后戴着一件这个球皮的大衣 我忘了那是 很冷啊她 是 我知道 我没说穿球皮不好 是 然后就是力量强大的 就带着一阵风就过来 不是 我 然后我说坏了 我说这不太好合作吧 这个 因为是她那种气势 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人 就是我只要说出来的话 给我的感觉 当然那时候我也是主观想象 也没跟人说过 就是我说出来的话 你们别人不许敢 而且我说出来的话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对的 这是给我的感觉 否则的话 我不相信这个人会这么自信 然后我一说坏了 我说我们俩这个对手戏 还都是有这么几场 怎么办 赶紧用功 回去就看 看剧本琢磨 所以到第一天 我那儿进入人物状态 我是平时我是挺松懈 怎么着都行 但是到一演戏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 就是特别像女人的一个人 特别像女人的一个男人 不是行为 是他的心理 就是斤斤计较 就是框框特别多 所以没想到 第一印象 反倒静姐就说了 这人怎么那么圣 倒给我了 这么一个印象 这么来的 对 那你见到你这第一眼的时候 你可能眼睛这么大 就像开场时我说的 你会不会有点 不敢看他的感觉 平时我也不大敢 盯着女孩的眼睛看 是这样 不尊重 对 他说过 天津人胆小 真的 你说过的 你胆小吗 小 小好 我说对了 胆小胆小 害怕 但是演戏的时候会 对 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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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静姐讲了 豁出去了 反正看就看了 爱谁谁了 爱谁谁了 作为朋友和合作者 张童对宁静的第一印象 直言不讳 可宁静独立率真 以及不爱修饰的个性 也许正成为了 她独树于世的风格 经历过感情上的起伏 再谈到感情观时 宁静依然我行我素 不畏世俗眼光 其实真的是不需要 给我们自己 作为人来讲 不应该给自己 太多的一些框框条条 怎样都好 我觉得任何一种形式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如果是女的四十几岁 和一个男的二十几岁的 然后就会有人说 我们不看好 我心想着 你为什么要看好的 谁让你看好了 你就看着就完了 关你什么事的 对 对 然后很奇怪 反正很多框框什么 结婚了一定要生小孩 好像一个孩子 能够稳定什么 我觉得很可笑 离婚的都是很多 带着孩子的 就很奇怪 给自己很多的方式 这种方式是很不健康的 我觉得不要去管别人 谁跟谁 谁跟谁 人家喜欢 你就应该祝福他 希望他 不要去说 不看好 挺奇怪的 他们俩在块不配什么的 有时候我也会 他们俩不配 然后说完我会后悔 我会提醒自己 不要多怪 是那么八卦 我也会 但是我就希望真的是 不要给这些人 太多的压力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因为 你看男大女小 大家就觉得 无所谓 因为男的很强势 有很多这种 惯性的思维 但有的时候 女的要比男大 就觉得 这个女的比男大 她肯定是强势 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 为什么就想到 那个男的不行呢 尤其如果这个女的 要是出名 这个男的不出名 人家就会觉得 她是不是吃软饭的 对 好过分 真的好过分 其实你怎么知道 人家的家庭结构 是什么样 我们中国的女性 就很传统 一结婚 生小孩了 她就 妈妈的样子就出来了 尤其一生了孩子 就开始 很妈妈的样子 就出来了 其实 为什么呢 你还是你自己 其实没有变 还是那个人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 小孩出来了 你还是可以 活成你自己的 大人要为孩子 做一些牺牲 可是那是一部分牺牲 我不赞成 说为孩子全部牺牲 尤其是女人不可以 你牺牲完了 你就是变成 我工作不做了 我照顾我家孩子 当然很伟大 这种母亲我也喜欢 可是 你知道她会 失去自我以后 变成家庭妇女以后 就会家长里短很多 然后她在 也许在 丈夫的面前 就会失去魅力 罗里巴索 天天讲的 就是那点事 我觉得工作中的 女人是比较有魅力的 一到家里 完全做家庭妇女 就毁了 当然不绝对 可能因人而异 不绝对 但是我真的 提醒大家 不要放弃自我 不要去演妈妈 也不要去演姐姐 然后阿姨就更不能演了 就是自己 就是你 就是你 我今天如果找一个 比我小 十岁的 甚至夸张一点 十五岁好不好 我一定不想演姐姐 如果这个人 这么不成熟 跟你在一起 那你真的不可以 跟那么小的人在一起 是 如果她也能接受你是正常的 那可能 没问题 语言犀利 真实不做作 在演艺事业上 风风火火 在生活中 既有大女人的耿直爽朗 宁静也有小女人的 妩媚柔情 宁静是风格多变的 在穿着打扮上 也经常标新立异 其实我们看到 静姐本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 共鸣和回忆 很多人都说 说静姐是话题女王 她特别不好接触 快捷歌王开始 对 我们认识的静姐 完全不一样 她特别的少女 经常娇羞 我的性格是五花八门的 其实我现在这种 害怕的 胆怯的 这个真的是我 其实可能更多的 这个是我 如果人家觉得 我们唱得好 可能是因为 没有拿歌手的标准 来要求我们 只是觉得 你在演员里面 唱得还可以 我说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说 我唱得真的还不错 我本来特别想去 我是歌手 这个舞台我压力更大 是因为大家全是演员 正好今天说到了 静姐的性格 其实静姐生活 我当中还是一个时尚狂人 看几张照片 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衣服听说是你自己做的是吗 我这个就是我衬衫 我给它剪了 然后 这是你自己做的 请别人帮我 那个砸了一个花边 看像是 像是自己咬的 不像是剪的 90年代初嘛 也没有人穿那种露肩膀的 真的真的 那个年代真没有 来 下一张 来 下一张 当时为什么会剃这样的头啊 就是很热 因为我有两年没有出过横店 就是一直拍戏 每一天拍五组戏 有时候会拍更多七组戏 所以没有时间那个梳头 我留了三年 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留三年光头 因为我并不想让很多人知道 因为他们可能会说我感情受挫啊这些 你该不会现在还是光头啊 我还把假饭拿下来看看 这个是真的啦 我松声跳 淘尽你的河流 一直入到尽头 内 geography 哪里多自由 我许更远 我许愿保佑 让我的幸福 在最美的时候 青年 坠落在你手中 雨花成黑夜的彩虹 青年 不再见明媚的天 不再见明媚的天 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 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 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 求我原谅 抱着我都痛 我记得你在背后 也记得我颤抖着 也记得感觉汹涌 最美的眼光 最长的相拥 谁爱得太自由 谁过头太远了 谁要走我的心 谁忘了那就是成功 谁自顾自的手 谁忘了看着我 谁忘了要给你温柔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